中一女人來開獎 敬別平等世界美好 中二美麗新世界全民來世界 中三全民心動力解放你我學習力 中四一個不能少維護弱勢自尊嚴 中五公民和國會改變國會關鍵力量 幸福加油站歡迎來收看 那女老師你又要 你在城南養二十年完美 剛剛你又說你擔了什麼理事長 然後你又關係什麼 然後又要辦社區大學 可是一人的時間只有二十四小時還兼 你怎麼樣分配你的時間 或者你怎麼樣兼顧你的工作 你的事業 你的興趣 你的家庭 這怎麼處理 還是很辛苦的 尤其是家庭 因為家庭的時間相對就會少很多 那我們在學院都會有一些壓力 這些壓力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們就是要發表一些喜愛的論文 這些都會有的 那我比較幸運 就是說我在做這些事 在某一個部分 會得到周遭的朋友和學界的支持 所以我覺得是比較幸運的 我覺得我做了這些事 沒有被用減法 而是用被加法 那我覺得這是很幸運的地方 例如說我在學術領域 人家會認為我是宗教研究學者 然後也會認為我是哲學學門的學者 那有些人也會認為說 我是中文系 中文學門的學者 所以在學界 我就同時在宗教中文 學校是被承認的 那目前在成人教育 也慢慢的這樣也被承認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說是幸運 就是說你做的工作是被承認的 那被承認的話就會有加成的作業 那有些老師真的他沒有那種幸運 他做的東西一直被定義說 你這個不是你的專業 所以他就會被減分 用減法 一個人會分 那一個學術怎麼樣來看這件事 我覺得很重要 當我們把非專業的定位太嚴格的時候 我們的學術跟我們的生命 跟我們對社會的關係 會變成減法 好像這個交集才是你的核心 那其他的都被排除 那這樣每個學者要關心社會的時候 他都會有很大的顧慮 因為當這個是減法的時候 你會想說這個作品都不算成熙 然後有一個要生粉也有困難 然後要評鑑也有困難 那這個時候大家就會有很大的 我們其實希望說 在台灣的社會 預理在學界 能有一個更健康的方式 就是說這個部分 是一個人的全部 也就是說那個應該是加法 你不要把它看成減法 所以在這部分我倒是覺得 我算是比較幸運的 會被看成說這個是有隻加法的 被當作一個學人來看 被當作一個人 被當作一個人 剛剛講到不同的領域 比如說宗教研究到環境的關懷 到生活的美學 甚至到一種非常務實 就是通過比如社區大學這樣的平台 進行環境的守護 就是這些東西 當它變成一種加法 可以在一個人的身上 或者在一個網絡裡頭 它被完全地呈現 或者一起來向前走的時候 那個力量就加成了 我覺得不僅是在個人身上 或者在譬如說一個社區大學 它也是可以被看成是一個 就是像社區的一個核心 或者就是說社區發展的一個中心點 那社區大學用這樣的方式來自我期許 對整個社會有全方的關係 其實這個讓我重新去看知識 其實我們一般來講 知識當然是有權力的 所以它會佔有一個權力的位置 但是社大都覺得要經驗知識 要解放知識 那我們在看知識說 如果知識是開啟人的心理 那知識就是讓人來學會關心 那你學會關心自己 或學會關心社會 學會關心你的生命 我們學會關心整個自然或環境 所以在社大辦學的經驗裡頭 我倒是覺得說社大的老師 開啟了一個向度 這個向度就是知識或者學習 就是讓我們學會關心 關心這塊土地 關心我們的環境 關心我們的飲食健康 關心我們的一般的生活 我覺得這個是社大對於知識的一種態度 所以知識 如果說知識就是像我們的一個感官一樣 它就是讓你們看見了另外一個程度 所以因為有了知識 我們可以探測另外一個未知的領域 那個部分最主要都是整得到人的心靈 那麼人的心靈它是讓我們學會更關心 所以知識是一種權利 但是知識同時是一種責任 這個社大老師我覺得表現比很多學院多好 當我們知道那個地方是有汙染的 那我們在做調查的時候 我們不會滿足去把它變成一篇報告 變成一篇論文成片出來 因為既然我們知道了 所以我們在關心 那我們就會想說 那我們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有時候知識會去分割的 就是我的專業到此為止 那其他的是別人的事 那我檢測的報告到此為止 那我進一步的工作呢 就是發表在國際期刊 那這是我的工作 那至於要不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就是看政府的態度 或者看人民的反應 或者看在地均勻的反應 但是在社大我覺得 我們的知識好像不是這樣被分割的 我們覺得因為你有了這個知識 你懂了這樣的知識 你累積了這個知識 然後你又經驗到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有責任 所以社大的知識我覺得是一種 變成不是一個權利 而是一種責任 那這種責任感激發出來 變成我們的行動 那這個導致我們在很多老師身上 慢慢看到的 而且那個是可以去互相渲染的 互相感染的到一種這樣的氣氛裡頭 所以社大在這部分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讓知識變成一種責任 也變成我們更深度去學會關心的 一個很重要的契機跟資源 是啊 對 真的是這樣 知識可能帶動的是一個行動的開始 那社大很多的課程它的系統性 系統性的課程其實也是幫助學員能夠 比較順利的開一隻新的眼睛去觀察這個世界 我會常常想一些對環境議題做一些研究 或一些學者做的一些報告 如果它最後數字高格 然後成為一個成果報告 然後沒有後續行動 這個人格會不會分裂齁 因為你知道那麼多的真實的這個數據跟現況 可是卻沒有辦法去改變它 這好像是一直做一半齁 還好有一個社大齁 這些東西可以在這裡獲得購物 然後獲得認同 然後大家可以實行動